我倒是擔心那個登陸作戰的旅 登陸作戰的旅 那個74吧 74軍團 對 集團軍 南部戰區的 對 南部戰區 但是這裡面的旅 你看它的外型 它那個登陸艇 前面有一個斜板 第一個是減少浪的阻力 第二個到了岸邊它放下來去登陸 它兩個輕裝的 輕裝甲的 那還有一個重裝 就換句話說在灘頭作戰的時候 輕裝的步兵跟這個機械化的這個 甲車上來 那後面一個重裝的就是 重型的坦克車上來 所以灘頭遭遇戰 從這邊也是秀給你看 我登陸台灣不是說沒有登陸 兩棲登陸的能力 那通常平時不願意讓人家知道 但是它的秀就是暗示 根據我方國防部資料顯示 在2月1號 也就今天早上的9點鐘為止 他們呢 統計出來了 一共征禍大陸解放軍 軍機30架次 軍艦9艘次 20架次解放軍機 還越過了海峽中線 而且這次是比較不一樣的呢 是你看這個圖片秀出來的 很明顯 它是從北到南沿著台海中線 12個地方穿越台海中線的 這是歷來最密集 而且是位置 12個地方最多最多的一次 而且這次還有幾個不同點 包括這次呢有很多的主力戰機 殲10殲11殲16等等 那麼另外呢 我們還看到有韻8 反潛機 遠竿機以及電針機等等 甚至也有多架無人機 但此外 軍艦9艘次 那這次也注意到 它是呢 數量最多 而且是最大規模的一次 那大家就很好奇了 那這一次到底所謂何來 而用這樣子的一個 穿越台海中線的方式做演練 目的又是什麼呢 當然這個 我們都已經習慣說 共軍的軍演頻頻了 當然最基本的原因是 它心機心建很多 它有很多科目要做 從簡單的到複雜的 到聯合的到摩尼的 那當然它這麼長的課表裡面 當然有成套的 成套的這個科目 那麼有的時候呢 就要配合用這個演訓呢 來反映政治上的一個訊號 比如說麥卡錫要來 上次佩洛西來以後 給兩岸三地很大一個震撼 因為很多都認為看會不會起衝突 會不會插槍走火 那背後的這個驅動力呢 就是誰會更丟人 你不敢怎麼樣 你又不敢怎麼樣 你又什麼怎麼樣 所以這個壓力 對中國跟美國都有 都有 那又不想真的開大戰 又不想示弱 那麼而且這些東西進退之間呢 又可以配合大國博弈 其他的幾個戰場 是 比如說你經貿戰場 美元戰場 這個高科技限制的戰場 大腦體大戰 這個都是互動的 所謂大國的大博弈 這個戰場不是只有一塊 它都互相牽動的 我這邊可以放一點 那邊可以瘦一點 或者這邊可以我那邊放一點 這個就是討價還價的一個東西 但是最受害的是台灣 是 這個你們兩個是在找下台階 可是上一次找下台階的時候 拿台灣出去 不是搞個五個演習區的圍島演習嗎 對 那這次是不是像預告片一樣 那就表示說 可能比上次還要激烈 更大的 那大小無所謂 就看你演出的時間 你是在麥卡錫來的時候 在這個現場演呢 還是麥卡錫走了以後在台灣演呢 上次是裴洛西走了以後 對 所以這一次中國大陸還能再示弱嗎 但上一次我們看得出 極像是 可能美國跟中國大陸已經有默契的磋商 我中國大陸表示抗議 我在南海演習 那美國呢 航母拉得遠遠的 確 美國空軍也不護航 中國大陸空軍也不來攔截 台灣也不起飛機去贏架 所以這個上一次是這樣 但是大家已經慢慢看懂了 那就是下一場怎麼辦呢 對 那最方便演習的就是空軍 因為空軍出來一趟 兩個鐘頭就回去了 是 那比較麻煩一點是船艦 尤其軍艦 這九艘軍艦在這邊演習 憑良人講 東北季風這麽強 海上的風浪那麽大 演習的距離這麽長 官兵很受罪的 那下這個決心至少表示說 艱口環境下你要過眼 是 那空軍的摩尼攻台的延續 越來越明顯 以前是繞一繞回去了 中線有時候過有時候不過 現在全部跨中線 對啊 全部跨中線 這次12個地方 他不但全部跨中線 通通針對他未來的作戰目標在搞 他要不然怎麽會那麼多點呢 因為 其實作戰裏面 有可能我這個地方 是主要攻擊方向 但是我可以騙你在別的地方 說洋攻 洋洞 或者是駐攻 對不對 那戰術變化很大 所以他搞出這12個地點 你也不知道他真的要用在哪裏 因為看起來北 中 南都有啊 因為台灣的防空是一體的 空軍是在一個指揮系統下 應付這麼多 對不對 那飛彈是分布在 分散的 所以他的演習的針對性就很多 很多 那我們唯一可以看出一點端倪呢 就是看你編組的架次 有的是單一軍種的 單一種飛機的飛機 有的是複合式的 還有聯合式的 那作戰的意味就升高 等到再過十年 二十年 那你第三島鏈根本 其實第三島鏈形成不了一個島鏈 它只有 比較強一點是澳洲 北邊的阿拉斯加 那夏威夷 這三個已經很那個了 因為我想中國大陸 並沒有很強的企圖在太平洋勝霸 他講的話就是 他最大事剛剛講的 太平洋夠大 兩個國家都融在下 是 我倒是擔心那個 那個登陸作戰的那個旅 登陸作戰的這個旅 那個那個七十四吧 七十四軍團 對 集團軍 我跟妳講 南部戰區的 對 南部戰區 一個軍它下面有三個旅 這一個軍它不止一個軍 但是這裡面的旅 你看它的外型 它那個登陸艇前面一個斜板 第一個是減少浪的這個阻力 第二個到了岸邊它放下來 就登陸了 它兩個輕裝的 輕的裝甲的 那還有一個重裝的 就換句話說 在灘頭作戰的時候 輕裝的步兵跟這個 集結化的這個甲車上來 那後面一個重裝的就是 重型的坦克車就上來了 所以灘頭遭遇戰 從這邊也是秀給妳看 我登陸台灣不是說 沒有登陸兩期登陸的能力 那通常軍師不願意讓人家知道 但是它的秀就是暗示妳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想要折扣喔